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終身學習是一個進步的社會裡面 我認為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一種公共化的角色 而這樣的一種終身學習 作為一種民眾參與公共的概念 在空間尤其是都市裡面的公共空間可以怎麼樣使用 我就想用這個簡短的時間來跟大家談這件事情 空間活化特別指的就是公共空間的活化 公共空間它怎麼樣被人們使用 就界定了這個空間它的性質是怎麼樣 現在剛剛一開始主持人有提到說 因為政府裡面的公務員其實他們業務也很多 公務員不可能把所有的公共空間做更大的更有效率的運用 於是我們從幾年前看到很多有文字館 現在大家的民眾眼睛都很亮 大家都會盯著看 現在這個公共空間怎麼樣活化它 政府只有一種辦法 就是使用這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它的促參法的邏輯裡面 雖然它有明定說應該要依據公共利益 可是它的這個委外的方式 就事實上是讓民間 特別是指有能力盈利的民間 它一定要把這個利潤給算進去 於是使用這種空間就會造成一種結果 就它一定會讓這種空間 朝向變成是一種消費性的 民眾有了這個去這個空間裡面 被委外的空間裡面去參與的時候 它跟這個空間的參與的方式 也是一種非常消費性的關係 所以只會達到這種空間盈利化的單一結果 我覺得這個空間的活化應該要有新的思維 就是這個空間的使用方式 如果可以結合民眾的參與 所謂民眾的參與不是只去參加一個什麼節日 這個政府辦的什麼什麼節 它這種參與活動的方式 也是非常單一的一次性的 剛剛前面王副局長在提說 我們這個對於民眾應該要一起動起來 可是如何讓民眾動起來 光是呼籲沒有用 必須是跟他自己的生活 跟他的生活中的利害 要有能夠發生直接的聯繫 而學習正式創造這個聯繫 最重要的一個媒介 所以我們要用不同的方式進入這種公共空間 會帶動那個空間 在這個社會裡面發生變化 如果我們希望低碳城市 就是能夠落實能夠推動 那我們就應該想辦法 讓每一個都市裡面的空間 都有機會發展出這種低碳的活動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希望把這個空間能夠更有效的 跟終身學習也結合起來 我作為台灣社區大學的工作者 這個社群裡面的議員 這十幾年我們看到 其實社區大學 對社會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貢獻 就是他把終身學習 注入了一種新的公共性的性質 從前的終身學習 在既有的教育體制裡面 當然可能跟從前我們這個經濟發展 經濟條件還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有關 就是終身學習 大家都覺得好像就是可有可無的 學這個技能 就是你晚上比起在家裡看電視 還不如來學校學點東西 學這個技能 交一個朋友 他聽起來是好像無關要緊的事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社區大學的這十幾年來 在台灣社會裡面最重要的貢獻是 他創造了一種新的人民之間的聯繫 以及人民可以透過學習 參與到公共事務的這種非常重要的媒介 像這兩天 我們現場也有很多社區大學的朋友 就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只是可能是基於一種休閒消遣 去殺殺時間的出發點 可是你學著學著 你會開始發現你自己跟這個學習 對自己的生活 對自己的家庭關係 對自己的人際關係開始發生變化 這種直接創造出來的 而且是發生在一個公共的空間裡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它是讓這個中生學習 本來只是好像我個人 很個人化的學習 放置在一個公共的空間裡面 可是呢我們都知道說現在社區大學 當初我們就想說應該 因為我們不可能為了自己的學習場地 又去加蓋一個新的學習空間 所以我們都使用既有的公立學校的空間 可是呢受到這種教育體制裡面 某一種本位主義的影響 我們其實社區大學的夥伴們都知道 我們常常有寄人籬下的感覺 甚至學員都有很深切的感受 對不對 你要辦個活動 你要辦個成果展 不要說成果展 平常的各種公共性的活動 你可能都要跟學校協調半天 所以這種非常痛苦的 寄人籬下的這種 其實也跟這個中生學習 在社會裡面沒有被重視 沒有被認為是一種有正面價值 也有關係的 所以呢我們 在今天這一個 我就想要提這一點就是說 比如說中生學習 它作為一種公共化以後的中生學習 是因為社區大學所創造出來這種新的模式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人與這個社會的關係的一種聯繫 這種我們應該正視它 然後同時讓空間活化 是可以跟這個東西連接起來的 這個就是讓大家參考 這我不知道 這個是我從網路上看到的資料 每新建議平方公尺需要排碳這麼多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解決 我們不要再排碳 但是呢 我們可以讓這個公共空間活化 這樣作為中生學習的使用 以下就是一些想像 現在的 這個也都是我的想像 然後網路上可能有的圖片 不一定是完全合對的 現在有很多這種鐵馬一戰 可是呢 它主要還是作為服務 如何跟學習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這邊寫的是 具有教學推廣功能的鐵馬一戰 這是一種就是跟我們的低碳生活是結合在一起 主要是用學習來創造人跟這個空間的聯繫 第二個就是環境教育的都市農園 現在已經有很多都市農園 但怎麼樣讓都市農園也有環境教育的功能 讓民眾去參與的時候 他可以投入再使用 再來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你辦卡也有送東西 然後你家裡有電 譬如我家就有四台的印表機 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個有沒有可能有修理的機會 如果我們有一個空間 是結合這種黑手 就是我們的祭師師父 他可以來做教學 同時呢 也可以變成是一個救務的循環的中心 再來 這個是庶民藝文展演廠 我這裡面放的照片 是我們自己曾經 因為沒有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間 我們自己只好租了一個 在社區裡面租了一個店面 學員學習 他怎麼樣讓他自己的學習的心得 可以有一個展演的空間 在社區裡面 可以結合起來 這也是一個非常直接的有關的 再來就是科學普及 剛剛王副局長的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這種社區的低碳生活 有些怎麼樣是跟他的 具體有關的 譬如廢游可以做為手工罩 這種教學呢 是一種科學普及的遊戲 我們可以怎麼樣透過這種教學的活動 然後在這個 變成是一種科學普及教育的遊戲館 我的結語就只講這一點 就是有一點是代表我們社區大學發生 社區大學在各個空間裡面的這種 技能以下的處境應該被改變 終身學習應該重新被放置在 推動社會公共事務的這種價值底下來看待 所以他不應該被視為一種可有可無的補充性的教育 然後他應該被這個 作為一種人民參與公共的時候 可以發揮非常正面的重要功能的一種聯繫 以上跟大家說